近日,两头村民饲养的黄牛入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雷场,为防止村民救援时处雷受伤。 根据连黎部队命令,中国第20批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紧急开赴黎翼边境,执行应急雷场通道开设任务。 接到命令后,维和部队官兵星夜间陈出发,历时两个多小时到达任务点。 抵达现场后,官兵们迅速划定隔离区域,展开扫雷准备。 因为年代久远,两头黄牛误入的边境雷场已没有明显界限。 这片雷场位于林椅边境,作业位置十分敏感,且雷场内的雷的数量、种类、位置都没有记录,说明这片雷场存在至少30年以上时间。 在我们扫雷作业过程中,牛极有可能因为受到惊吓,从而在雷场内奔跑引发大面积爆炸,对我们扫雷作业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。 为保证作业安全,官兵们只能使用钛雷器一点点向前开辟通路。 随着扫雷通道不断地往雷场里面延伸,作业手发现多处信号源,经过检查确认为多枚防步兵地雷。 与此同时,官兵们还在通道前方发现了数颗裸露地雷。 为何官兵检查发现,一头黄牛已被地雷炸死,另外一头被炸伤后握倒在边境围栏下。 根据现场情况,救援人员决定先采用麻醉枪对受伤的牛注射安定剂,随后采取电起爆方式排除地雷。 当地雷被一颗颗成功起爆,通道也越来越靠近牛的位置。 经过近7小时的连续作业,为何官兵共排除地雷12颗,成功开辟出一条长35米,跨越4条雷带的安全通道,为村民抢救受杀黄牛创造了条件。 也受到联理司令部和当地民众高度赃扬。 我们感谢您的支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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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部署到黎巴嫩任务区以来,中国复离维和部队实现了连续16年扫雷零伤亡,创造了联合国扫雷任务中速度最快,质量最高,成本最低,伤亡率最低四个记录。 我们中国维和部队为维护世界和和平而来,保卫当地人民生命产产安全是我们一不如同的责任。 这次跨战区执行雷厂通道应急清派任务,锤炼了作业手复杂环境下雷厂作业能力,融洽了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密集关系,加深了与连续各部队的沟通交流。 为下一步执行应急支援任务,打起了实战基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